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高雄市的全国幸福城市总排名第三 虽然比去年略降一名 但市长城局的市政满意度却从去年的第十名连跳舞级上升到第五名 而在市政支持度上 城局也高居全国第四名 市长表现备受肯定 另外在康健杂志的全国健康城市调查中 高雄市和嘉义 台北 宜兰 台南都获得五片银杏叶并练全国最不容易让人生病的城市 另外在市政满意度方面 台南市 高雄市也分居全国一二名 虽然有前面两项民调肯定城局市政 让人相信高雄人的确沉浸幸福 但接下来却有两项调查结果狠狠地破了城局和高雄人一盆冷水 首先是财政部国库署公布的地方债务中 高雄负债高达2175亿 临续三个月成年全国举债王 人均负债78000 高居全国第一名 另外在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全国幸福感大调查当中 高雄市不论在主观幸福感或客观幸福力都掉车尾 分居第15及第19名 总排名第17 一样是幸福感调查 两份媒体的调查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难怪令城局的心情仿佛在坐云霄飞车 但令人好奇的是 高雄人真正的感觉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您好 欢迎收看高雄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关心港独的公共事务 没有错 您幸福吗 您快乐吗 幸福很抽象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也不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中国人或者台湾人都非常重视这个幸福感 所以风天过节的话一定要过得很幸福 比如说在中秋节大家希望看到月亮 月亮越圆 人圆 这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月之内两个民调会出现这么悬殊的结果 难道高雄人对于幸福的定义真的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吗 真的是一样的月光两样琴吗 我们接下来讨论就是高雄人的幸福感的问题 我给你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所以我给你介绍的是高雄市议员陈丽娜陈议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议员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我觉得幸福应该是从内在的 当然一定要有外在的东西去做支撑 然后你内在才会感觉到满足幸福 那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跟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是很笼统的 但是那个满足的感觉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么市府的举在到底会不会造成市民的幸福感的流失呢 也许我们稍后会讨论这档问题 再来另外的特别来宾是 也是高雄市议员郭建盟 郭议员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贵家名 议员你觉得现在高雄市民幸福不幸福 我感觉当然因人而异啦 但是普遍来讲我们感觉到高雄的民风比较淳朴 所以大家都要的不多 所以相对也比较容易满足啦 但是对我来讲讲近一点 如果今年中秋台风不会来 看得到月亮大家能聚个烤肉 全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议员是要的简简单单小小的幸福 接下来特别是艺首大学的教授 比建新比教授 你好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好 政府的举债跟市民的幸福感 到底有没有很强烈的关系 一定有很强的关系 那现在的举债就是银食卯粮嘛 所以表示说是拿未来的建设现在来做嘛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针对幸福的定义 那个OECD有做一些那个指标 包括主观跟客观的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些分析 谢谢 好 第四位来宾呢 就是在我们高雄市主管财政的财政局副局长 简正成 简副局长 你好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是 这个市政府举债到底是为了让市民更幸福呢 还是为了造成市民更大的负担呢 你觉得 当然是为了让市民感觉到更大的幸福 要做建设 把高雄市建设的更漂亮 让大家在这边安居乐业 感觉到非常幸福 这是市府的目的 是 那那个副主长 我问你听说 这个陈市长是不能够接受说高雄举债 是这个造成高雄市民是最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您可不可以帮他举证一下 他说我们建设现在举债是为了建设 50年跟100年后的这个高雄 但是现在举债看来对财政已经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很多的局处 像上次我们去开记者会 听到农业局说 我们现在要帮这个苟资做结扎 那这个事情我们都要求定从明年开始做起 我当期就觉得很纳闷 就说这个事情如果现在该做 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做 或者说交通局他可能说我要去把这个旗楼进空 开始收费这个机车 可是他说只针对这个火车站前面去做 那为什么不去全面地去做 可能都限制于预算的问题 到底会不会现在负债会不会跟预算 会不会有些相冲突的关系 那当然因为我们地方政府的裁员还是有限制的 那在这种限制之下 如果每件事都马上要做 当然是不太可能 那在这有限的裁员 我们必须就排列优先顺序 哪一个项目让市民能够马上感觉到比较幸福 或者做了之后这一种建设或者这一种施政的作为会影响以后几十年 那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先后次序 如果比较优先的当然我们要去做 但是裁员毕竟还是有限不够的部分 我们就会考量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我们来举债来做这些建设 让市民感觉到更幸福 所以副作人您觉得说目前高雄市政府的做法的priority 它的先后顺序是说 先把未来建设给处理好 再来顾目前眼前的一些市政 或者说眼前的一些负债问题吗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吗 这是一个坦白讲非常复杂的问题 对我知道 因为这个优先顺序也有主观性的 也有客观性的 那就要看什么事情在这个排序上 有很多的因素要加以考量 那我们举债也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能够举到多少债来做多少事 这是我们一个处理的原则 是 议员跟在议会里面经常就咨询到市长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目前的市政的推展 如果你预算 明年预算编不出来 那么也许三年之后 也许你的负债破表 到底市政要怎么走下去 那议员你觉得这个他的市府的这个优先顺序是不是正确 而且市民是不是有感受到这个负债所带来的福利呢 我就把今年那个大概这个部分是我们那个在编这个预算财政局所提出来的嘛 他在经常门跟资本门的比例就先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常门是占了83% 然后在这个100年度跟101跟102年度其实差不多 然后资本门的部分 其实大家看起来其实也并没有差很多 就是说资本门今年好像增加了0.49% 这是我们在讲说事实上高雄的财政已经这么困难 那市长一直在讲就说举债在做建设 那举债做建设这个口号我一直都是不能够去接受的 我觉得就说其实应该还要有很多的方法 而且以这个比例就是说我们做建设的比例也未免是太少了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 那我们在做建设的部分 如果真的能够周边效益能够带来后续更多的裁员进来 那的确是值得 但是呢如果说以这样的方式 然后告诉我们市民说 其实他这样的比例是大部分都在做建设 事实上我们是从数据来看就并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剩下可以借的金额也不多了啦 只剩下应该是剩下700多亿吧是不是 那所以呢人均负债我相信高雄市民是无所感的 就是说我们背负在身上的债务 我相信人民是没有感受 我们一直在提但是人民是没有感受的 那但是人民可以感受得到的应该是说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困难度是在增加当中 当好像台湾都在说物价一直在上涨 然后呢这个薪资都没有调涨的这个状况底下 如果台北跟高雄来比 我相信高雄人也是有感受到就是说 物价的飞涨对他们的薪资来应付这个现实的生活状况 的确已经感受到困难了 那像这样的情形的确是因为这几年来 在高雄的经济发展没有带上来 那在这些建设里头 我们都愿意就是说花很多的钱去做建设 那高雄市议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同意高雄市政府去做建设的部分 后续的效益要带进来 如果后续的效益没有带进来 那后续人民没办法就说因为后续的这个一些效应 而提高我们的薪资结构的话 那对人民来讲就是痛苦的开始 因为负债有了但是没有 陈一元意思就是说目前的负债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益 而且很多建设是未来才开始的 可是现在负债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么到底现在这个债是用到哪里去 也许市民也很关心 那这个李教授您的看法怎么样 您同意陈一元的看法 就目前的负债到底有没有他实际的效益 回馈到市民的生活上去的 陈一元的某些看法的话 像我个人是同意 而且就是说那个像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民主国家的话 民主本身民主本身有的有点有的跨点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民主的缺点 尽量用监督的机制 让他越低越好 那换句话说 台湾现在就是这个政营 管市的管市长 办一个小模型的活动 办一个民主的民主就是越高 那现在我们走 现在说台湾会不会像以后的希腊 希腊的民众的话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国在的时候 希腊的民众那个幸福感 优秀感上是非常高的 好一个问题 所以我建议说 我们地方政府应该把两个东西 时时刻刻放在我们市政府的网站上面去 一个是地方债务中 所以我们每个市民的负债是多少 这个要求已经被做到了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支出 主要可以分成刚刚那个 那个丽娜议员所提到的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经常性的支出 那可能就是说就是消费条 包括人事费用 包括办活动等等 那些是消费条的 那些就是消费性的支出 真正对我们招商 对我们整个市民的经济发展跟就业 有帮助的 不是在资本门的部分 建设的部分 所以我建议说 我们除了地方债务 把它秀出来在我们的那个网站上面之外 还把经常门支出站的比重 跟资本门支出站的比重 秀在上面 这样的话就是市民就知道说 你多少钱每花100块钱 多少钱拿来做招商跟建设用 创造我们的就业 对 可是我也很怀疑就是说 多少市民会去真的去看这张表去估算 他在从中当中是得到多少好处 或者得到了多少的负债 是 那么郭议员你怎么看法 就是到底这个 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说 到底目前市府的负债 到底对老百姓的生活 有没有一个实质的帮助 还是说真的下一站幸福 我们现在忍受一时之苦 可是未来可以享受美好的将来 那么现在吃苦也是应该也是值得的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问题 多谢主持人 我先补充一下刚教授 有提到说所谓资本门才是对市政 有直接帮助 尤其经济开发 经济投资有效益的支出 其实如果我们刚讲 教授一直强调招商预算 如果招商预算把它编在是出国招商 它的出国的所有费用 其实是编在经常人支出 但是它可能影响招商的成效 招商成效如果有的话 它就带来经济投资 所以把它一分为二 可能不那么全然 但是基本上确实是像 教授跟丽娜议员部分讲的是一致的 但是我在想 我也同意丽娜议员刚刚讲 市民朋友其实对人均负债是不是幸福 除非告明材市政府已经 薪水发不出 民众去申请这个 户口名剖啥 我发现都没办法开门了 这时候人民才会感觉到迫切的危机 但是我也认为说陈局市长 我刚刚问那个问题 人家说 所以市民现在痛苦指示最高 它能不能接受 它实际不能接受 简单人民不见得感受得到 第二个就是高雄市的长期负债 高负债的一个状况 其实其来有致 从先天的中庸进户 中北京南 这个是普遍大家认知的状况 接下来后天上又有在中国 后开放后持续效应 整个把高雄的一些产业工厂 整个吸到大陆去以后 造成高雄的产业空洞化所造成的结果 那这种状况下先天不良 后天又有一些状况 高雄的富座 如果要建设 用富座去建设的情形 高雄市现在人民的幸福感 还可以维持那么高 其实跟